五年多前涉嫌縱火 奪走六條人命的湯景華 從一審到更二審都被判死刑 決案上訴到最高法院 何怡婷認為湯景華犯下殺人罪的間接 故意依兩公約的規定是不能判死 今天改判無期徒刑 全案定驗 而被害家屬律師也表示 相當失望 無法接受 因為何翁姓男子打官司敗訴 湯景華二零一六年三月半夜 到對方新北三重住家 其樓下縱火 害得翁家六口命喪火窟 康景華歷經一審到更二審 四度因殺人罪被判處死刑 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 何怡婷二號推翻立審判決 自圍改判 無期徒刑 恥多公權終身 全案定驗 被告不符合兩公約規定 要判處死刑 必須具備殺人直接故意的要件 所以本院依法撤銷 最高法院何怡婷認為 湯景華縱火時原本沒有打算把人燒死 但儘管火勢可能會延燒到房子 燒死屋內的人 他也不在乎 所以他是犯下殺人罪的間接故意 而非直接故意 因此依人權兩公約的規定 他沒有殺人意圖 不能判死 只是這樣的結果被害者委任律師 無法接受 也轉述被害者家屬的擔憂 被害者委任律師 記者 蔣文翔 陳冠勛 臺北報導 申請